烏爾在巴赫姆特機戰 俄軍死傷慘重 交給佳琪 烏爾還在持續的交戰當中 但是根據烏軍透露過去的一天以內 就已經有800名的俄軍陣亡 現在烏克蘭也希望西方 趕快給他們坦克車吧 我們待會看到的是 目前烏克蘭的狀況 現在火力似乎都集中在 巴赫姆特這個地方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指出 俄軍攻勢集中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空襲 甚至是導彈跟火箭都來攻擊這邊 可以說是整個是 斷垣殘壁的狀況 那麼當然基本上 現在已經摧毀了這整座城市 那麼還包括了哈爾科夫 也受到攻擊 造成了不少的平民死傷 烏克蘭軍隊更透露 在5號過去的24小時裡面 俄軍有很大的戰損 包括了800名的俄兵陣亡 還有一架戰機 一架直升機 甚至是三輛的坦克車 他們講到了 烏軍死守在東北部的城鎮 所以俄軍想要進攻的計畫 可以說是相當的失敗 而現在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也跳出來喊話了 他強調美國 法國 澳洲等國 都給烏克蘭很多裝甲車 但是現在烏克蘭需要的是 坦克車 所以他說到現在都還沒有說 他們的坦克車 認為是相當沒有道理的 呼籲西方趕快給他們 坦克的援助 對他們而言比較需要 俄羅斯在海面上的軍武 再升級交給家綺 俄羅斯最近也是動作頻頻 尤其是第一艘 搭載了極音速飛彈的軍艦 也要加入了作戰的行列 讓不少的國家 現在都相當的緊張 也提高了警覺 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 俄羅斯海軍巡防艦 高希可夫海軍援帥號 守在告石極音速的巡弋飛彈 那麼現在出現了 這樣子的巡弋飛彈 大家當然就很緊張了 尤其是俄羅斯總統普京 更講到了這告石飛彈對於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獨特的武器 用來堅定捍衛俄羅斯 免受外來的威脅 所以現在鎖定的範圍在哪裡 可能是大西洋 印度洋 以及地中海的區域 俄羅斯的防衛長更講到了 對於海上 陸上的敵人 他們能夠做精準的打擊 射程是超過了1000公里 繞過現有 甚至是未來可能的防空系統 那麼當然了 外界都很緊張了 尤其是這一艘首艘常被搭載 這個告石飛彈的比爾姆號 那麼核子動力潛艦 他們預計在2026年就會來服役了 所以現在各國都在觀望 俄羅斯的下一步的做 而這場戰爭沒有任何的贏家 再交給佳琪 無論戰爭打到現在將近一年的時間了 那麼現在已經演變成了消耗戰 似乎沒有一方是贏家 而紐約時報就整理出了 包括了電子郵件 入侵計畫指令文件 甚至是軍事帳簿等等 來研究為什麼這一回 俄羅斯也是傷亡慘重 首先我們帶你看到的這個部分 就是基層士兵狀況外 第一個火力不足之外 物資也不夠 那麼士兵還用手機 反而泄露他們的位子 導致很多的士兵傷亡 再來就是普京的剛愎自用 有人封他為當代沙皇 甚至任他輕易信戰 就是因為聽信了自己的 親信的謠言 那麼以為可以迅速取勝 尤其是沉迷吹捧 才會讓他這一次傷亡這麼慘重 再來就是俄軍的嚴重腐敗 波降金村虛假的攻城設計 也就是導致他們腐敗的原因 再來看你看到的是 他們說後普京時代 是不是也是 這是蘇聯解挺後 最大的戰略災難 怎麼說 他說士兵跟人民都在苦難當中 裝備不足 傷亡又那麼嚴重 瓦格納甚至直接招募囚犯上戰場 那麼他們都認為 這是相當不可思議的行為 那麼高估了 是不是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兄弟情 甚至也沒有可能 北約時機會參戰 還有俄軍 還是占領烏克蘭大部分的區域 現在烏克蘭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因為他們的電力 都備受俄羅斯的攻擊 尤其是一些基礎建設措施 那麼工業也遭到的摧毀 那麼現在重傷他們的經濟要復原 沒那麼簡單 北約也沒有好過到哪裡去 現在能源價格高漲 又遇上通膨的問題 甚至是影響到了整個世界 不過在看完了這個世界新聞之後 如果你想換個心情 不妨掃一掃我們的QR Code 更新所有的娛樂消息 所有的娛樂最新最好的消息 都在這上面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